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醫生你好 Hi,Della好,大家好 今天麻煩你幫我們聽眾分享下一個 基本上每個人都會經歷過 但小時候也是 關於肌健炎 無論你做運動不做運動 每個人都有肌肉等問題 也會發生過這些問題 麻煩袁先生幫我們解釋一下 究竟肌健炎的症狀是怎樣的 對,相信肌健炎大家都經歷過 即是肌健發炎 症狀方面通常涉及的肌健在動的時候會痛 也可能有些腫脹 肌健炎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受傷的環處通常需要休息 防止進一步過度使用出現問題 很多人會出現重複性壓力的病 叫做repetitive stress injury 即是有些人用打字或鋼琴 經常練練或拉斯提琴也好 出現這些情況 在醫學上是一種很難根治的病 所以要它好一定就要休息 絕對要休息 甚至有些情況 通知醫生就叫你不要再做這份工作了 要轉行了 但我們不需要走到這樣 要盡量試一試用痛的療法 把這個問題徹底治好 好了 會否有併發症呢? 通常如果這個問題持續得太久 有時會看到鈣汁沉澱在基件上 你會看到一些結節硬了 因為時間發炎得太久 有些鈣汁是會鈣化的 需要留意什麼呢? 第一,看看有沒有明顯的腫脹地方 還有乖處有沒有在某一個姿勢才會出現呢? 在簡單的同類療法指引 通常是這樣的 如果你這個問題 基件炎是因為受傷出現的 當然了,首選就是山金車 安妮卡蒙特娜 如果你的基件炎是因為任何的動動 即是你不能動動 一動動的話,基件就會加劇痛 通常的療劑是白蛇根 Bionium alpha 如果你感覺到基件有縮短的感覺 就可以使用柯性納康斯基奇 如果感覺到很僵緊 令你煩躁不安 我認為你很restless 好像經常想走來走去的增展 我們可以考慮這兩個療劑 野角 云香 跟尿化基预期效果如何? 通常在24小时到一个星期内就应该改善 但幻处是要继续休息 不能一直使用 会拖慢康复 有没有其他保健的建议呢? 第一,基建研最重要是让环处休息 有些人会用一些特别设计的弹性尼龙的崩带包住 有些人会用冬冰枯环处 一般医学上的建议是 在初初24-48小时之内用冰枯 过了之后才建议 有些人会继续用冰枯来减低肿胀和炎症 就是自己的感觉 有些人觉得继续冰枯舒服的 就用冰枯 如果是热枯舒服的就可以继续用热枯 还有我们可以用维他命C 简单来说用500毫克维他命C 一日吃4次大概2000毫克 就可以减轻炎症 也可以用凤梨酵素 Bromelaine或者关节骨 我有一种产品叫Wubenside 我每日吃4次 每次250毫克 通常我们建议在饭前或饭后隔一个小时才吃 为什么呢 如果你在接近吃饭吃 这些酵素可能是用在帮助你消化食物 不是帮你消炎的 所以我通常在服用酵素治疗 在Tendenitis肌建炎 我通常就是所谓空肚 当然不用太紧张 总之最重要是记得吃 另外有一个营养素是Manganese 若你找到这种营养产品 这也可以帮助你康复基建炎的问题 逐一介绍不同的疗剂 第一 生甘车Arnica Montana 英文叫Lepus Bain 这是对任何基建的损伤都有用 症状是酸痛、痛痛、瘀伤 好像被人打过一身 好像被人打伤那种冤痛、瘀痛 或者因为过度劳累导致的基建炎 自己粗劳过度 甚至乎受伤之后的忧刻 即是你见到一个运动员 或者在某个意外 遇到之后 然后就休克了 记住 那个疗剂也是生甘车 生甘车有时有一个很有趣的情绪表现 受伤的人很多时候会跟你说 我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然后他就转下来 你知道他有这种情绪的表达 他不需要你帮助 认为自己没有好 但这个也是疗剂的正形 生甘车 另外一个疗剂 白射根 Brownian Elba Brownian Elba 英文叫做Wild Hobbs 这些基建炎 通常的症状是不能动的 稍微少少动 也有一种很痛 那种痛是尖锐点的痛 虽然部位是僵硬的,但一动就差 所以你发现是包住它,不想移动 白射根的平人的情绪很多时候是比较稳稳,容易生气 你去触摸它,或者动动的关节是僵硬,有一种尖锐的刺痛 这种人当时喜欢喝冰冻的饮品,要求大量喝 有什么令它好一点呢? 因为它不想移动,所以用大力按住它,按在包扎的环处 令它不需要移动,会令它舒服一点 这就是白射根的阵形 另外一种尿剂就是阿圣纳 这个症状是基建收缩了,感觉基建很短,和会抽筋 它经常想伸展幻处,或者屈曲它的幻处 还要移动它,拔松它 阿圣纳的症状本人,你未必能遇到 这些人通常是好打不平的 平时遇到不公认的东西,他们会发声,做事 当然,在急症的情况,你未必需要问这个资料 这些人的情绪上,好像有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这些情绪的症状,如果你知道,拿得到,就去应用 但很多时候,在急性的症状,这些情绪的症状都不太重要 有什么情况会令它差呢? 那个症状的症状是怕风吹,当然不想用力 也不可以大力抓住任何东西 这是令它情况会更差 另外一只疗剂,野角,Rootstoxicodendrum 也叫poison oak 这些肌腱的症状,记住,它的主要症状是僵硬和痛的 它经常想动一下它,伸展一下它,屈曲它来舒缓 这些情况多数是因为过度劳累之后的肌腱 或者肌肉受伤的 当然,它也有种凡躁不安,我英文叫restless 它经常动一下它,伸展一下它才能找到舒服的姿势 Rootstox人平时喜欢喝冻牛奶 当然,在当时未必需要这个资料才能用到这个症状 最主要是僵硬,经常想动,动一下它才会舒服 还有白石巾是刚刚相反的 白石巾是不想动的,一动身就很痛 好了,野角还有什么可以令它问题差呢? 它怕冰敷,冰敷,冰敷,酱涼都对野角是不好的 野角有时的症状是因为冰敷后出现肌肉僵硬的问题 什么令它好一些呢? 当然,暖敷,浸热水和冲热水凉就会好一些 好了,另外一种是云香,Ruta-Grabiolan 云香通常是適用屈肩的地方 屈肩的地方 关节,软骨和骨膜 骨上面那层表面的地方受伤 有时不小心撞到骨头那种感觉 触果和手腕,ankle和wrist都受伤 感觉是瘀伤、酸痛、董痛 还有有一种烦躁、不安 好像野角那样 都是不安,想动动动动动 筋腱、劇烈的痛 还有记住疲倦、沉重 有时觉得突然没有力气 这是很有趣的 是一个云香很重要的症状 它可能走一路突然间好像失体那种感觉 好了 疲倦、沉重、全身疆紧、繁粗、不安 很多是网球手经常用得着的 多谢太原医生介绍了5个疗疾给我们 关于基建炎 我相信听众方面 有时不多不少都会感受到这个问题 有时未必很严重,但也有些困扰 如果今天大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 手上也有这些疗疗疗 一旦出现了这些问题 不需要担心 等到完全去到一些严重的问题 才去处理 就可以立刻采用这些疗疗疗 刚才5个疗疗疗疗 都很清楚指示如何用法 所以大家常备有这些疗疗疗 在家里可以有病无患 亦可以在治疗黄金期中 适当处理后 就可以达到一个及早医治 不用等到有后遗症才处理 就需要花很多时间 甚至未必可以100%完全康复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今天时间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余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其他健康产品 或是刚才提过的疗疗疟 可以联络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 4848 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与余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溫我们的节目,可以上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余医生,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